Hello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展示一套超酷的邮票 这段时间不是过年吗 然后我就跟我的那个机会专员他那边 问我就预定了几张那个兔子 就是黄永玉设计的那个兔子的邮票 就最近那个微博很多人在吐槽 说不好看的那个邮票 然后那天是拿的时候呢 就顺便看了一下其他的那些邮票 所以就额外加购了这一批 然后先看一下最开始的兔子 因为我是买的散 散的所以是8张是9块多 单单就是蓝兔子跟红兔子 然后本来是这个是一个起点了 但是后面我又加购了两套超酷的邮票 然后当时是这样的 我跟那个老旧专员说 我想要这种大的邮者 邮票就是那种大版票嘛 然后他就给了我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20大的邮者 单票也有卖 但我觉得邮者更好看 然后是这样的一版 它是一整张的 然后有边边的 这种我觉得挺棒 然后这边这一套里面还有两张小的 这一本是16块钱 这里还有一个大的这种大版票 是张仲敬的这种人物票 然后是6块 这套裤这只有一张了 我就跟他拿了 加在这里面也不要放了 然后现在是重点 我又看到了一本邮册 这个邮册是宋曹的 邮票中的宋文化 然后它不只是宋曹的那些作品 盘盖一些其他的一些文化的邮票 然后因为我个人是其实是不太喜欢那种连续票 然后这本就刚好说我喜欢那种有册 就是它里面有非常多的种类 叫清平之事梦华之章 我给大家粗略展示一下吧 然后拿出来就是这样子的一本 也不是特别厚吧 我这本是196买的 然后这里是有这个凹凸的这种拓印 看第一页送运 单单花鸟 这有序 其实有空可以慢慢的看 然后首先来的就是社会经纪片 它这边配的这个大版 它是这种全套的一系列的这个票 是清明上合图 超级苦的 这是第一页 第二页 就到了瓷器这些各种瓶子 这个发行年是1991年的 然后这个发行年是1998年 这种就不是连票了 是分开的票散票 但是它种类很多 然后这边是前堂江大桥 也是一个连票 这一个是金航大运河的特种邮票 也是散的 但是表全 接下来呢 是古镇 古镶 水箱古镇的特种邮票 各种水箱 周庄啊 同里啊 乌镇啊 什么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青石田雕的邮票 再往下 这边是四大书院 这边呢 是司马光杂钢的特种票 这个下面呢 这个下面呢 是朱熹诞生880周年 纪念邮票 两张 司祠歌赋 特种邮票 然后这边呢 是宋祠 整版票 这里先看的是千里江山图 跟清明上海图那个是一样的 就是这种连票的形式 然后这一边呢 是四井三水图 好 才能解说 这一个是古代书法 行书的票 有蓝亭旭 还有黄州 韩石诗 记者文稿 这边是佛教 中国古镇 这个古塔 古塔的发现年约也很早 是1994年的 然后下面这个是这个苏州园营的连票 这张我觉得好好看 它整个展开看也很好看 然后连在一起看就是个大的一个 就是大图 就挺棒的 2013年的票 这边是中国明庭 爱晚庭啊 蓝庭啊 醉翁 然后上面是晚南古村落 西地红村的特种票 下面这边是丽江古城 这个也很早 2002年了 然后就是中国古代科学家 然后扁鹊刘辉 然后这边呢 是丝绸之路的文物 然后最后一个是广季楼的特种邮票 然后结束 这一整本 才1996 超级棒 总类太多了 可以慢慢的看 那我今天就是给大家这样简略的 看一下吧 好棒啊 然后我看网上其实是有售的 各地邮票的那种网店嘛 都是有卖的 然后都是原价 我觉得挺好的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